hello 大家好 我是雷 今天來看緬甸人隊上施拉夫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者的文明是緬甸人 緬甸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步兵單位 随著一個時代升級時會獲得一工的加成 而且擁有免費的伐慕技術 那米甸人呢 他的骑兵单位 虽然骑士没有太特殊的东西 但是呢 他有大漏码 而且也有这个毛项夫可以使用 虽然没有游侠 但是他的毛项夫 是游戏里面 这个坦驻 防御来说 是最 防御最高的一个大象文明 那米甸人的 工兵的防御力呢 是游戏里面最弱的 只有一级的工兵铠甲 所以通常到对方的强弩文明时 通常也不能使用战毛兵 去反制敌人 所以可以多多利用 自己的银罐技术 让骑兵对工兵增加伤害 用骑兵去攻击敌方 会更好一点 那明甸里的保兵单位 飞标骑兵 在团战来说 也是非常可怕的存在 飞标骑兵 甚至是可以跟西班牙 这不者 这个相庭必论的 甚至有些情况来说 飞标骑兵 比西班牙征服者 还要更厉害 好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 斯拉夫人 那红方雪的斯拉夫人 是他的农田的运作效率 非常快 而且步兵单位 点下精灌技术之后 有扩散伤害的效果 工程器单位 其实是非常便宜的 骑兵方面 虽然有三级马卡 品种 三宫 但是没有游侠 那通常呢 斯拉夫人会打骑兵路线 都是打大陆马 还有这个贵族铁骑 重装骑士的部分 相对来说很少使用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两边的一个封建打法 那现在看到蓝方的出身点位 是在9点钟 贴人10点钟的方向 那红色呢 是在4点钟方向 大概4-5点左右 那两边的这个是算对角线的开局 现在阿拉伯来说呢 通常都是对角线开局 居多的 虽然有时候也会靠得比较近一点点 那对角线的开局 往往会比较平衡一点 比较容易进入大后期 好 那这边看到斯拉夫人 补下了一个军营 好 这里城镇中心 持续安村民收村 把村民放出来 吃掉这个大象 前期的高手们的打法 都是差不多的 哎呦 但这斯拉夫人很早就过来做侦查了 其实你们很早 十九村 刚刚没有看到时间了 已经来到七分钟 两倍速还是比较快的 好 两边时间都是十九村 都在侦查敌方家里 那斯拉夫人这边是选择了棒棒开局 好 那这边是双棒棒 然后要打一个转弓兵吗 还是转肉麻呢 感觉是转肉麻 喔 结果DOT在野外放下了军营 看来是想要来搞事了 野色剑场 看一下家里怎么应对这两只棒棒的骚扰 这也是单伐木场 八人伐木 省一个伐木场 待会做一些快攻 会更有利一点点 好 DOT一直被骚扰 搓得你没有办法安心的去采集资源 补下了事件场 好 这边也按了一只枪冰 好 枪冰互搓 到这边会不会插箭塔呢 感觉是有 想要插箭塔的意思 好 现在三只枪冰在高地 高达第一反击回去 好拉了四只村民 出来反击 三只枪冰被打倒了一只 上面的三只毛冰也在反击当中 这里三只村民 应该是很难盖起来了 这里又拉了更多村民过来 但是三只村民搞到了这么多村民出来打架 DOT这边也算是赚到了 通常这种前置射箭场跟均匀的打法 通常都会用 敗战铁 这种枪矛打法 或是立陶宛之类的 这射兵稍微有加成的文明 打起来会更适合一点点 那DOT用缅甸打这个打法 其实有点微妙 不确定这样做是不是 是好的 可以明显看到 DOT这边还是有做到一些事情 让对方村民 大部分村民没有办法做到事情 这块区域的村民 所以这边资源采集量来说 DOT应该是会拿到一些 资源上的采集胜利 后面补了一个冰工厂 要来点一下一级色了吗 家里有没有补农田 有 补了一些田 没有补农田就点一级色 很容易就断肉了 这只村民还在打 怎么打了这么久 村民 打的输出其实蛮多的 好 斯拉夫人这边是点下的采矿地 待会就要来 出工兵了 这里的话 很难 去打这个 黑翘城 封建翘上去 这里生死带还是有一段时间的 那这边挖金抗 应该也不是要出工兵 是要来 补下一级色 毕竟没有黄金 是出不了 点不了这个一级色城的 好 绵甸这边率先点下了一级色 好一级色点完之后 哎呦 收掉了一只村民 到着这边 终于拿到了 战损 又多了拿了一个战损 这边到着是收掉了三村 那到着这边是死死了一村喔 那如果又被收掉一村的话 其实 有点小亏喔 这村拿下吗 但是毛病还在输出 斯拉夫这边要转肉马吗 这里不转肉马的话 这些毛病这是无法无天啊 看自己的肉马的血量也不多 哇 结果残血的村民再次又被收掉 这边的毛病血量很残 所以没有想要去正面对打 所以打一打很容易就打输了 才刚打完就贴上去 是什么意思 刚刚还在保存这些残血的毛病不上 结果这个时候上了 还不等一级色 斯拉夫人这个细节 就做得不太好 明明知道保存一下数量 结果还是送掉了 有点可惜 好这里还有两只毛病 忘记放出来了吗 好残血的村民拉走 缅甸人打枪毛前鸭 属时也不算少见 蛮特别的 可能道德也在练一些招式 一些可能要比赛要用到的 一些新打法 缅甸枪毛前鸭 毕竟前期省下了一个一级伐木 这个肉跟木头都可以稍微省下来 省下来的这个资源 就可以去做出一点枪毛 枪毛也是肉跟木 好这边确实给斯拉夫人 给到了一定的压力 好家里的问题应该是 早早解掉了 这边农田越傻越多了 15片田 好这里有12只的毛病 12只的毛病继续压制 道德这边一直把对方按在家里打 好这边拉回去 哎呦被射倒了一只 斯拉夫人 这边转出了肉麻 终于要转肉麻 这个不转肉麻不行啊 缅甸道德这边是有看到 转马就 趕快按了几支枪柄 这样毛病才可以继续骚扰 好那封建实在应该 大致上就是 枪毛前压 带过了 那这边确实打到一些经济战损 但自己的经济战损也来到了 山村 诶 四只 四只吗 诶怎么有一只 多了一只的感觉 这个是 被猪咬死的意思吗 好 这边插箭塔 防守下右边的墓区 好 到了这边 又死了一只村民 应该是被肉麻给抓掉的 现在两边的战损都是4比4 两边都是有一个小小的损伤 但是村民数是一样的 好 1分12秒 这个秒数还是非常短的 罗马亚罗过来 直接派南村民上 居村民往后啦 结果被罗马直接砍爆 道特这边你再打下去会越打越坡喔 村民越来越少了喔 这边想要等枪命过来 但是枪命过来后面有毛病 道特看到情况不对 赶快围 这里要赶快围死 好 赶快围赶快围 好 这边直接撞TC 道特这边直接损失到了8只村民 哇靠 道特这边有点惨啊 感觉道特刚刚是有遇到狼喔 有一只村民被狼咬死的样子 好 那这边道特家里四处着火 但没有办法 这一坨枪矛还在对方家里烧牢 斯拉夫人透过这波反打了回去 经济差距被打了出来 38村对上46村 本来前面道特是有巨大优势 现在优势全部一次吐了回去 甚至还非常落后的状态 好 斯拉夫人点下来一级攻 好这里品种也补下 好 特命全部敲起这个瞭望塔 看起来 是有机会被打破的 还是要直接上大石墙呢 这里选择继续修理 好 品种这里还有一秒钟 上品种 血量提升 缅甸人这边伸到城堡十代 打的是装甲步兵的升级 诶 城堡十代缅甸常见兵 道特这么有想法的吗 但这边有大片农田都被控住 暂时要出剑兵 不是那么的好处的喔 好 道特这边继续骚扰 这边黄金矿 黄金矿骚扰的有点 是这么的有效率 效的还是偏慢 反正是自己家里一直被漏马 漏 漏得有点 生活无法治理啦 这个食物产量都不太够了 好 常见兵补障 还有这个 护卫技术 但是杀富人 上城堡十代初期 还是按出了骑士 城堡十代初期最强大的单位 就是骑士跟僧侣 也是城堡十代 通用文明里面来说 最昂贵的黄金兵单位 好 常见兵出来 攻击是9加2 自带 这个 升级时代时加一点的伤害 现在剩了两个时代 好 风景时代跟城堡时代 现在是9加2的伤害 那如果再点下两攻的话 就会变成9加4喔 13点的伤害 甚至是比点了两攻的骑士 还要痛喔 所以到此这边 常见兵的想法 感觉是有实验性质在的吗 好 这边想要做个包夹 Surf要包了吗 看这波包下去 要确定喔 这个感觉要打贏不太容易 后面没有毛病的支持 有机会吗 还是要 再等一下 这里一直被毛病 Poke血量 历史有点小伤喔 血量历史有 恐吓掉 Surf直接在后面截胡 截掉了几只常见兵 好 常见兵一出来 就被这些的肉麻打 好 这时候明天 到此转出了重装长枪兵的三级 看来意识到了 哎呀 这个骑士数量有点多啊 我转个重装骑士 重装长枪兵 打过瘾 好 Surf直接一个 3D包夹冲锋 想要直接第一时间 收掉后方的 单位 那骑士 有把残血拉走 刺激还是做得不错 但有一些骑士 还是来不及拉走 损失掉了一些数量 好 三只参线骑士赶快往回拉 让自己的僧侣 补一下血量 走 这一波点电 果然还是被反打了回去 这里 斯拉夫的骑兵是真的的多啊 先骑兵 还有这个骑士的数量 到了家里 还在继续防守 少量毛病还在烧到当中 家里补了一只僧侣 斯拉夫人的僧侣呢 他的移动速度是很快的喔 是游戏里面最快的 生女的移动速度 20%的加成 但是斯拉夫人的生女有个小小遗憾啊 没有一端斜缩 没有一端斜缩的话 生女战很容易就打输啊 好 这里稍微微一下 防守 看起来骑士没有打算要回补吗 好 到了这边又出了一些枪兵 给斯拉夫这边更多的压力 好 这边骑士做得不错 抓到了村民 好 这几只村民有点危险 这边在招墙 拉弃骑兵过来挤一下 来不及招墙直接被砍死 道德这边一直被压制 好难受 但是这边是一个患家骚扰 斯拉夫人的防守是做得更适当一点点 道德使用了一根剑塔 想要防守还是有点吃力的 毕竟生女也还没有稳定成型 好 斯拉夫这边直接鬼转3TC 太龙路线 还是对斯拉夫人不错的 虽然他打强军是 生头或是生头马暴 都蛮适合这个文明特性的 但 以太龙来说的话 优势也是蛮巨大的 毕竟经济帐来说 和农田效率才是太好 開農的話也不會農輸對手 這邊雖然被打破了房子 但這邊戳到了幾隻村民 道特還是小鑽了一點 但村民樹上來說還是依舊落後的情況 四四村對上六四村 道特這邊是落後二十隻村民 前期的槍矛前壓這邊推轉長槍兵跟長劍兵 連天這套打法能夠為這個文明開創新的時代打法嗎 感覺上是有點偏小小吃力的 感覺要在前線補一個修道院 在前線直接補這個身頭 長劍兵跟槍兵 家裡又少量的騎士在砍村民 這一波斯拉夫人打得很好 一直有把騎兵放在道特家裡 讓他不能好好的安心喔 這邊修道院被道特給拆除掉了 後面再補一個新的 繼續穩定出生旅去招想這邊的槍兵跟長劍兵 喔這邊直接一個雙BK 哎呀道特的想法原來是要玩這個啊 畢竟緬甸人有免費的伐木技術 然後這邊的木頭剛剛確實有點多了 700多木全部一次消耗完了 轉出了更多的沖車 待會就可以有乘客啦 直接來一個dejave 讓這些老司機們趕快上車啊 好道特這邊繼續單TC 出長劍兵 然後配上衝車 二級的步兵鎧甲也提升上去了 這一波要是能成功的話 道特會很賺喔 有機會可以打後期 當然斯拉夫人現在家裡防守也是夠的喔 14隻的騎士很多啊 騎士本來想要去道特家裡鬧 但是看到衝車已經衝過來了 趕快回房 投石車現在也在按 投石車不在哪了 在這個位置 好投石車是砸衝車的關鍵單位 趕快去按個集資出來 然後騎士待會要來扛正面了 這裡的收村 好TC開始被頂 要不要先把村民放出來 秀一下城鎮中心呢 好衝車趕快繼續輸出 右邊兩隻長劍兵 唉唷 衝車直接頂掉了TC 下放了長劍兵跟槍兵 直接正面硬扛騎士 後面的投石車 又再度被步兵單位給解掉了 但正面來說好像打不太贏嗎 哇到時候這一招 長劍兵配槍兵 把斯拉夫人的騎士給壓了回去 右邊的工程器製造所 也是第一時間被集火 順利拆除掉了TC 跟工程器製造所 兩個重要的建築物都拆除掉了 待會要繼續進攻第三個嗎 所以要繼續進攻了 趕快趕快把這個建築物全部都跟掉 這裡有相當多的違建 好煙電這邊補下了一攻 哇靠這邊傷害全部都是加三點 斯拉夫人快要扛不住 奧特的這個奇招又做到了很大的效果 好這邊長槍兵反擊回去 送到長槍兵也是 送到長槍兵也是 這裡又拆掉了一個城鎮中心 村民下來想要反擊嗎 村民不拉走 直接讓村民當成肉盾 讓後方騎士有輸出空間 現在這一波斯拉夫人有機會打得贏了 因為村民死傷的有點多了 有點多了 52升對上79升 斯拉夫人最終是守了下來 道特這邊是損失了自己的所有衝車 自己的步兵單位要重新補一下 家裡一直有這隻騎士在騷擾 所以道特其實也是受到了蠻住經濟損傷 這裡農田都乾掉了 好道特這邊趕快著想 緬甸人的僧侶科技是半價的 趕快補些科技 好但是這裡看起來 這邊快要打不贏 道特好像快要GG了嗎 這波斯拉夫人反打得非常漂亮 雖然損失了兩個承認中心 但是馬上又把承認中心給補回來了 好村民差距依舊還是明顯被打得出來 53村對上82村 村民差距約為快要29村 好後面這邊的墓區待會挖穿了 哦呦已經挖穿了 村民走出來了 不知道斯拉夫人有沒有注意到上面的墓區 如果是Riper的話 這時候就會躲在這邊喔 等著他挖穿 然後再一波衝進去喔 這種是Riper很長也不算很長 就是會注意到的一個細節打法 好這邊左邊有非常多村民 這裡沒有地方可以躲喔 勝利招搶一下 這裡騎士還是可以來立一些大功 這裡村民沒有地方可以躲 唉呦 騎士很開心 可以收掉這些村民 可以刀 現在道特的村民處只剩下47隻的村民 看來強勁是開打打法 遇到對方的防守反擊 道特好像也是有點 扛不太住的Fu阿 好這邊再又是硬擠出了幾台衝車 想要再故技重施 好這邊也木頭挖完 就前面開始有伐木工出現 這邊著想一下 蠻血的騎士 叛變了 好 斯拉夫人依舊是3TC 繼續農 這邊難道你還敢 升帝王時代嗎 是我的話 這邊繼續出騎士 跟肉馬就行了吧 要不要轉一些肉馬呢 這邊對方的生率越來越多囉 道特這裡繼續想要用衝車 配上護兵喔 的打法 繼續壓制 那現在輕型衝車喔 可以裝載6個人 比以前好像是多了兩個人口 還是一個人口的樣子喔 這個打法比以前來說是更有用一點 但是對方已經有備而來 奴炮是讓你吃越來越多了 來到了6台奴炮 這次騎士居然還被招響掉 好 第二波衝刺 道特這波不成功變成人喔 來看一下道特這波能不能打出一些精彩操作 好 這邊直接讓乘客下車 全部只出槍兵了 沒有常見兵這種東西 全部出槍兵 反正我的 我是趙雲擊兵啊 每一隻槍兵都是4加3 7點的傷害喔 搓你騎士的傷害特高 但是這邊奴炮量很多 串燒效果非常好 直接把大量的重裝長槍兵 抽到了殘血 這樣騎士收殘血的效率就會非常好 好 這波打過去 道特的這邊全部倒光 衝車只能無能狂怒 點掉了一個馬丘 但是馬丘打完之後 還想繼續往前 看可不可以衝到後方的 投石車呢 好 前方騎士直接被衝來 這邊重裝長槍兵 打騎士的傷害實在太高 生女趕快再過來招響一下 好 現在兩台投石車出來了 殺富人的防守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而且奴炮的數量是真的多啊 六台奴炮了 這六台奴炮 史達富人也是出得很輕鬆的 功能器造價便宜啊 欸 這時候突然把乘客放出來打架 其實可以繼續放在車上 增加一下衝車的移動速度 像衝撞奴炮的話 效果會更好 好 道特這邊是直接轉出了投石車 結果換掉 一換一動作 這邊輕騎兵無雙 衝了進去 砍掉了兩隻生女 應該是一隻才對 好 騎士這邊再次往前 這裡都轉輕騎兵了 可能意識到自己的輕騎兵數量有點少 史達富也是努力轉了一些生女出來 好 兩隻肉麻 開始砍投石車 投石車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順利的解掉了一台 兩台投石車被解掉 兩台投石車被解掉 三隻生女要被砍掉 道特這邊還能再反擊嗎 3TC 打4TC 說明差距 來到了53 對135 說明差距已經超過了兩倍 薩拉普人這邊還在 想要守住這塊區域 應該是問題不大 道特好像走遠了 好 投石車一出來 先拍給一下 再來拍一個寂寞 沒拍到太多的東西 拍村民 快到幾隻 再來一發 道特想要自由這一波 看能不能打出一些村民差距 但是城堡蓋得很快 直接蓋好 哇 這根城堡蓋好之後 道特的快攻夢 應該就要被終結了 好 可以槍兵戳一下 道特這邊 可能轉農也來不及 要繼續打強軍事 才有可能重創對手 逆轉比賽喔 薩拉普人這時候點下了帝王時代 對 要來升帝 勸退了嗎 那帝王時代 不知道道特做何感想 哇 這時候還想要轉農 道特這時候分數應該很明顯才是喔 6200分 對上9200分 分數差距來到了3000分 人家都直接在你家的臉上 蓋下馬 結果跟城堡了 這個道特 你還能打嗎 這邊經濟差距來到快要三倍囉 一百 一百四十一村 對上五十七村 我的天 火力差距真的是太大了 好 斯拉夫這邊 繼續往前 不過來 那我就過去囉 好 斯拉夫人點下了銀冠技師羅斯堡壘 道特點完救出思想 趕快招搶攻城系 攻城系招搶 四招到了一台龍炮 龍炮 龍炮趕快攻擊旁邊的僧侶 僧侶離血也被打掉 好 正面的人用了一些重裝長槍兵反擊 但是道特這邊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斯拉夫人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這一波 道特打起來前面的戰術 非常有想法在 但很可惜 這邊最後是沒有拿到比賽的勝利 雖然前面的毛兵 也確實壓制住了斯拉夫人這邊 但這邊斯拉夫人更勝一籌 用了一堆騎士 跟肉馬去騷擾到道特這邊的大量的東西 導致道特的第一波步兵沒有到非常大量 那轉出來的衝車呢 雖然有成功督掉兩個城鎮中心 但後續的反擊來說 斯拉夫人這邊部隊聚集也是相當快速 還用這個村民當作弱盾去吸收了一些傷害 讓他反打成功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應該是由斯拉夫人拿到所有的支援勝利 村民差距畢竟已經太大了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放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